转系的基础款我们可以怎么穿 这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期 基本都是基础款 大家觉得说还挺受益的 所以我今天又拿了一个 我觉得转系更必备的一个单品 其实是开衫 穿得好很有气质 但穿得不好就特别显老 所以我拿的款式也都是属于那种基础款 买那一项的衣服搭出不一样的花样 然后大家如果家里有类似的 你就把它组合组合 我就先拿了一个夏天的裙子 大家就可以拿那种小碎花什么的 那转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开衫搭在这个里面 过于年轻的单品跟过于成熟的单品 来一个化学组合 他们俩就能碰撞出爱情的味道 其实如果大家比如说 我想让这个针织衫看起来更有那种味道 底摆的位置拉起来 然后搭个结 把它的扣子跟它的扣眼这样扣起来 你看这样它其实腰伸就起来 但你全身上下保持了我们想要的这种 有一点点小气质 其实我觉得这一生如果在职场的场合 没那么挑剔的情况下 哎呀上半身这个心情多好 没有单位 这一生的感觉就很像是 周五下班了之后有个约会 也告诉一下你的领导 我晚上是加不了一点班的 像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踢在肩膀上 然后只露出这样的手臂 想服的时候就很好 因为还没有到那么那么冷的季节 所以大家就可以选择那种半路脚背的鞋子 下一个呢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就是可以买这种小花边的衬衫 因为其实这种衬衫在转季的时候非常非常适合 你知道开衫的领子它是圆的 所以圆的很容易没有气场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给它加上来 这种类型的衬衫是外婆超级爱买的 让她整个脖子看起来不凸 然后中间这样露出来 其实这个味道就很漂亮 如果大家是这样的衬衫 就很像上班 当你要是觉得有一个单品 就是太老气了的感觉的时候 咱都可以用年轻的单品去把它衬在一起 比如说小花边的衬衫啊 然后牛仔裤啊什么的 这样就会综合掉这种开衫的那种成熟感 然后呢下半身 你就可以选择牛仔裤 偏活腿一点的 不要太粘腿 那整个气场会更好 这样的感觉 偏运动一点或者是偏中性一点的包 不要太成熟的 如果是往这种感觉走还是有一点程序 因为这样飞上来 其实你上半身看起来会更亮一点 然后鞋子就可以往这种小中靴走 如果大家喜欢穿运动鞋 你就搭运动鞋 其实有点像SELINE 袖场他们经常会穿的方法 只是SELINE可能用的是皮衣 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穿搭方式 换成一个针织衫 你可以保持上半身不变 然后下半身再搭这个裙子的感觉 其实也很漂亮 但这一身的味道呢 就会比刚刚在知性一点点 再看到一身的感觉 可以帮助用的感觉 我们讨厌